大家好 我是Danny 歡迎收看Danman826頻道 今天大地回春天氣非常好 和大家去遠一點的地方寫一間很特別的茶餐廳 現在就搭港鐵入元朗站 Let's go 到了元朗港鐵站 用G1出口落到公共運輸交匯署 落了電梯轉右手邊找到專線小巴站 要搭39號 去到白沙村第一段的樓屋下車 再大概走兩分鐘就可以到達我們的目的地 白沙村的樂都餐廳 大約坐了15分鐘的小巴 就來到白沙村樓屋這個站下車 然後穿過橋過來 根據Google Map就要走到下面 就是那間我們今天要去的白沙村樂都餐廳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們都喜歡收看這類型的自費真人實測試食影片 或者其他飲食旅遊生活資訊片 就快點按我Danman826頻道的訂閱和鈴鐺 全部都是用心製作真人真情分享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進入到這裡是在元朗白沙村樓屋對面的一個 村屋下邊有一間茶餐廳叫做樂都餐廳 其實在元朗都有兩間樂都餐廳 所以不要去錯 這裡有一點去過郊外的感覺 真的 我知道有些人在行山都可以來這裡吃 今天其實星期天都很好生意 我見他們 可能附近都很多村民 或者有些人真的特地乘車進來吃 這間餐廳有個特色就是用一間舊巴士做一個裝飾 拆了一些椅子出來 有些位置是用巴士的椅子 不過就不是很多 我今天都坐不到那些椅子 他那裡只有三四張桌子有巴士椅子 那餐牌都是一般茶餐廳有的東西 那我就叫了一個焗經典咖哩牛腩飯 另一份就是雞排一丁 那這裡出名都是有些刨冰的紅豆冰 還可以加上奶茶的紅豆冰 或者加上咖啡的紅豆冰 那另外就有一個出名的就是 我見有些人在Facebook說 就是有個Gayang的西多士 那一會都會試一下 我們現在就坐在室外的這個 它有一個派對的位置 還有你有些寵物 狗仔也可以帶來吃東西 有些人也帶來狗仔 那大家都留意 如果你想真的進來 這裡是星期一休息 我見這裡 就是星期二至星期日營業 這杯就是紅豆刨冰的 啤酒 它還有一些可以加上奶茶或者咖啡 這個就是原味的 看看多少錢 它只喝三十多元 不過如果跟餐就是加二十元 這杯 凍檸茶就加十元 第一份的雞扒麻油一丁 就來了 分開一塊雞扒上的 都很大塊 而且聞下去煎得很香 切下去看見的樣子都應該不會太韌 這個一丁就是普通的出淺一丁 這個也是經典的茶餐廳湯麵 說一說 這杯凍檸茶多有茶味 比起一般我去茶餐廳喝的 有茶味 不错 我想它的奶茶也不錯 現在是等著焗飯 可能焗飯要久一點 還有今天 想不到它是坐滿了人 現在室外室內 還有巴士位都全滿了 剛剛有些人來都沒有位 所以要在等著 接著說這碗雞扒一丁 麵底出前一丁 就正正常常 沒什麼太大的特別 雞扒是很大塊 聞起來都挺香 但吃起來就覺得只是一般 我感覺到好像是預先整定 臨上桌之前再加熱 我的焗牛腩飯等了半小時都未來 追了兩次 現在再去幫我追緊 不要緊 在這裡吸收維他命C 新鮮空氣 先喝杯飲料 焗咖喱牛腩飯終於來到 聞起來很香 聞起來有很多芝士 我看到它的表面 聞起來很香 芝士拉氣就有拉絲 喜歡吃芝士和咖喱就棒 我現在先試一口飯 和醬汁 不錯 醬汁做得不錯 這個我挺喜歡 這個咖喱剛剛好的味 是廣式咖喱的味道 加上芝士也挺好吃 它也是炒飯底的 有些蛋絲在飯裡 牛腩是軟的 這個是高於茶餐廳的水漿 我覺得 一來牛腩飯就已經追加了 芥末多士 等待會吃這個當甜品 因為那個我看到人說是挺好的 在網上說 芭蘭芥末多士來了 哇 它的份量也挺厲害的 這個45元 它有四塊 好像四個小磚頭 你看到都 來嘗嘗 這個是網上的人說是 挺特別和好吃的 所以我一定要試一下 哇 這個西多士 真的挺特別 切下去很鬆軟 感覺到 麵包很新鮮 很軟軟軟 有一點軟綿綿 它裡面塗了一些芥末 在中間 外面就蘸了蛋漿渣 有些糖漿和牛油 很酸酸 它外面 倒的不是糖漿 是煉奶 吃得出去 加上芥末和牛油 甜甜的 真的很好吃 這個來到真的值得要試一下 如果不是只來吃飯 可以來喝杯紅豆冰 吃西多也不錯 今天在這個元朗白沙磚 這間的樂都茶餐廳 我覺得都 挺有特色的 那你說吃東西是否 很有水準 我覺得是平均的 雞扒就很一般 不一般的 我的焗牛腩飯雖然等得久 但是挺好吃 味道的汁 不錯 西多士芥末就很有驚喜 這個我覺得是值得 紅豆冰的味道都不錯 我們今天 飯麵和飲品是157元 後來加上西多士45元 總共是202元 我覺得 只是想進來吃東西 就不一定要 但如果你想進來遠遠地 走一下 吸收一下新鮮空氣陽光 又喜歡看有巴士的特色 這裏都可以 當一個小旅行進來 如果你住得比較遠的話 我見有些人駕車進來都有 有些可以拍在這個村子 如果觀眾朋友喜歡我今天特別的分享 記得按個讚和分享給朋友 還未訂閱我Danman826的話 記得按訂閱 還有小鈴鐺 當我有新片出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 還可以追蹤我Facebook IG 有些特別優惠資訊 在這裏分享 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